好 我們怎麼畫直線投影呢 當然 剛剛說過啦 直線投影基本上是兩條線連在一起變直線 所以我們就是依照之前我們談的這個點的投影 去把它做 做點的投影完之後 把两个端点连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直线了嘛 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两个点连起来变一条直线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会 这条直线就会跟我的头颖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关系 那这些不一样的关系呢 就会包括像是我们会得到一个 所谓的琴角 琴角 那这个琴角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直线今天跟我的头颖面 它会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倾斜的程度 它可能是平行垂直 或者是有不同的角度的倾斜角度 那不同的倾斜角度 因为我们有三个头颖面 那我们就先去把它规范一下说 这三个头颖面 我这条直线跟它的琴角呢 就给它一个固定的一个名称 所以这条直线 如果跟水平头颖面的夹角 我们就把它叫α 那另外跟直立头颖面呢 就是β 那跟侧头颖面是γ 所以这个αβγ 这是这个三个 反正我们固定的 三个这个投影 就是直线对应头颖面的夹角 那 那因为 这个夹角 当然以后怎么去判读它 我们之后还会再看 那至于当然它因为这个琴斜的关系 主要是因为你的直线 可能有所谓的前后高低的这种关系嘛 就是你的直线假设有两个端点 你选择这两个端点 它的高低 它的前后关系 都会影响到它的整个琴斜的关系 那当然这些判读就是由 我们会在投影图上面去看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今天看的都是投影图 这投影图上面显示的东西 我们就要能够反推回什么 反推回直线 空间中那条直线 它的一个形态是什么 所以当然这个直线判读 跟我们点的判读也有关系 那我们上礼拜有谈到 点的判读就可以判断它的什么 两个投影点 它的高低 它的前后距离 甚至左右关系 对不对 所以直线的判读 其实跟点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好 这个是一个立体图 我们接下来谈有很多 可能都会先看立体图 因为立体图是最原始的 那从原始的回到这个投影图 那以后就要有能力 就是说当我们看立体图 去推论出投影图 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以后你要能够从投影图 去反推它的立体图的概念是什么 要能够去叙述它 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有三个投影面 上上礼拜的那个 大家做的那个简单的 一个类似一个小方块的东西 一个就直立投影 水平投影 然后加上一个侧投影 那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正投影 所以这个直立投影面 就是这三个投影面 是彼此怎么样 两两垂直 对不对 所以水平跟直立有一个主基线 那侧投影跟我的直立跟我的水平 也会两个负基线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假设看起来立体图有复杂一点 A B现在有两个端点 那两个端点你把它连成一条直线 那接下来呢 A有A的直立投影 A有A的水平投影 A有A的侧投影 所以得到三个投影点 那另外B也同样的有三个投影点 那你把它展开变成投影图的时候 它当然就会有六个投影点 那你就把对应的 A V跟 B V A super V 跟B super V连起来 那这个当然就代表它的什么 它在直立投影面的投影 那一样水平投影 侧投影 展开起来就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了 稍微复杂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好 那当然 这个是最复杂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这条直线如果跟我的投影面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谓的关系我们这边谈的 是特殊的关系 那特殊的关系不外乎就是平行跟垂直 那现在看起来A V 这条直线跟我的三个投影面 都没有特别的特殊关系 没有平行也没有垂直 那这个东西当然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待会再看怎么去看它 那这个是另外一本书里面 它画得比较漂亮一点的 稍微漂亮一点 就是说 它这边当然只有 只有把水平跟直立画出来 那A V两个端点 一样就是 它的水平投影 它的直立投影 水平直立投影 一样展开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直线投影图了 那当然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如果假设 如果在我的直立投影 跟水平投影这样子条件之下 我们是有三个 有四个这个向线 对不对 那这四个向线当然 我们说过点可以在不同的向线 那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A点我们从上礼拜你知道 A点其实就是在第一向线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主机线上面是直立投影 主机线上面是直立投影 主机线下面是水平投影 所以这个是A点是在第一向线 那B点呢 B点是在哪里 从这边水平在上直立在下 所以你就知道B点应该躲在第三向线 那这样连起来 这样也是一个直线的投影图 但这个直线投影图你就知道说 从粒底图你再看出来 它其实基本上它是可以穿越过什么 穿越过不同的向线 然后可以穿越过第一向线 甚至它是 B是在第三向线 但是它可能会穿越 会穿越哪几个向线 如果A是在第一 B是在第三 那它有可能穿越哪一个向线 穿越 从这个立体图你当然很清楚看到 它穿越第二向线 对不对 但有没有可能穿越第四向线 有可能嘛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A在下面一点 或B在往这边靠一点 它这样连下去 它有可能穿越第四向线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看得出来吗 我们投影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穿越过哪几个向线 那你说A当然很清楚在第一向线 那B呢 B在第三 那我怎么知道它穿越第几向线 焦点 它的焦点 这是Key Point 它的焦点 这个焦点的位置是什么 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 这个焦点其实 是跟谁的焦点 它是跟 看它是跟直立头里面 直立头里面上面还是下面的焦点 那当然这个点 我们说过点 直线它基本上是延伸的嘛 所以这个焦点代表的是直线上面的一个点 那这个点是在第几向线 如果水平跟投影 水平投影跟直立头影都在 这条是水平 水平投影在这边 然后它的直立头影在这边 所以它这边有个焦点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在第几向线 这个焦点在第几向线 这是上礼拜左右 第二向线嘛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在第二向线 所以代表它们会穿越过什么 这边我们以后会谈到 这是一个类似一个临界点 它会穿越过第二向线 穿越过第二向线 然后从第一向线 你想想看哦 它这边就类似这样嘛 我这边这个点是第一向线 对不对 然后我慢慢的 就是像一条扫描线一样 这条线 蓝色的线一直往左边过来 往 往右边啦 往右边过来 往右边过来 往右边过来的话 它的点都基本上 还是在第几向线 都还是在第一向线 但是跑到这个点呢 H先touch那个什么 主机线 然后再往上 这是在哪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一个临界点 就是说我这条线慢慢过来 好 第一个touch到的这个点 是在这里 然后往上 所以代表它的水平投影在这边 直立投影在上 那这是什么点 这个点的位置在哪里 这你们上礼拜应该有看过啊 这是在哪个点 在平面 在平面 哪一个平面 哪一个投影面 在直立投影面上 对不对 在直立投影面上 然后呢 然后它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 才会正好在主机线 这个点嘛 这个是上礼拜的啊 所以我说点 虽然好像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这边把它套到这边 所以你看 这个点从第一向线一直过来 它会在这个地方穿越过什么 穿越过那个直立投影面 因为这个点正好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这个 这个点代表位置 是在直立投影面上嘛 然后在穿越过之后呢 当然这边看起来比较小 这穿越过之后呢 它的水平投影就在主机线上 直立投影也在主机线上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区域的点 这个区域的点是代表什么 就在第二向线 然后再往右边穿越过来 再往右边过来 再往右边过来 这时候变成直立投影 在主机线 水平投影在主机线上面 所以这时候这个点 你跑哪里啊 跑到这边啊 这样听不懂吗 这个后面接下来的这个点 有没有 这个点它的水平投影 水平投影跑到下面了嘛 跑到主机线了 然后呢 它的那个 直立投影跑到主机线 水平投影跑到它主机线上面嘛 那这时候这个点是什么 代表在水平投影面上 对不对 但是哪一个水平投影面上 在直立投影面的 后面的那个水平投影面上 然后呢 再往后过去呢 从这个点再过去呢 怎么样 就变成到第三向线去了嘛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连接性嘛 线 直线一直会连接嘛 那你从这样的 它的点的位置一次变化 你就知道哦 这条AB直线 它是 A是在第一向线 B是在第三向线 但它移动的过程中间 会先穿越直立投影面 是在水平投影面的直立投影面上 然后呢 穿越过之后跑到第二向线 然后呢 再经过 再穿越过哪里 穿越过水平投影面 然后呢 跑到第三向线去 那你从这个投影图 你就可以去反推 它的实际的这个直线 到底是怎么样去跑 好 所以 有没有很 前后有连接在一起的感觉 好 所以你前面的点 如果稍微 有点confused 有点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在推这边的时候 就会有点 会有点更迷糊啦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说过类似一样嘛 练功就是要从基本功练起 基本功练的时候的话呢 你再往后去推的话 你就很容易啊 所以这个是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我们还会再看一遍 这边我们会谈到一个叫穿越点 穿越点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把它叫做trace 这个我们下礼拜会再来看 我这边先让各位知道大概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再看直线跟平面的这个投影图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先谈最简单的关系 那最简单就是最特殊的 最简单就是最特殊 所以直线跟投影面的特殊关系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特殊关系就是平行或是垂直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种类型的 第一种类型的这种特殊关系 第一种类型的特殊关系 就是说我的直线跟我的投影面呢 其中有两个投影面是平行的 当你的直线跟两个投影面平行 你跟第三个投影面就怎么样 就垂直嘛 对不对 这个也很容易懂啦 这个很容易懂 那这种东西因为会有跟第三个投影面是垂直 所以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正垂线 正直接跟它垂直叫正垂线 那正垂线因为我们有三个投影面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们就会有三种类型的正垂线 三种类型的正垂线 那这个例子呢就是其中一种类型的 那这个例子你可以看 这个立体图虽然这样看得不太很清楚 不过你要去想象一下 这个是把这条直线摆在第几项线 摆在第三项线 这时候是摆在第三项线 那摆在第三项线 所以它的AB是这里 AB实际的 我们说写大A大B 就代表它空间中实际的点 点的位置嘛 那它的水平投影 水平投影在上 直立投影在前面 然后它侧投影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立体图 这个就是叫做水平前屏 因为它跟我的水平投影面是平行 跟我的直立投影面也是平行 就把它叫做水平前屏的正垂线 因为我们说有三种类型的正垂线 那每一个类型 每一个类型的正垂线 我就给它一个名词 那根据它跟哪一个投影面平行 来命名 这个叫水平前屏线 那水平前屏线 当然因为它是平行 平行是最简单 平行的话 我正投影只要是平行的话 只要跟我的物件跟我的投影面是平行 因为我们今天是正投影 所以它的True Length 它的时长 在我的水平投影 跟我的直立投影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很容易 直接看出来它的实际的长度 那在它的侧投影面 就产生一个端视图 端视图 就是它的这个点 会投影图变成一个点 对不对 这个叫端视图 好 这是立体图啦 那我们把它展开 展开 因为我们这是第三向线投影 所以上礼拜 不晓得你们作业 有没有做到第三向线投影 有没有 有吗 所以第三向线投影展开之后 有没有 Vertical是在下面 Rental是在上面 侧投影是在右下 侧投影是在右下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展开之后 我们的这个水平前屏线 会长成什么样子 好 从这个立体图 你大概可以知道 它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就彼此两个都会怎么样 平行我的主机线 都平行主机线 那翻转过来 把它到这个侧投影面 你去画它来说 来看的话 当你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都是平行主机线 它的侧投影一定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端点 那就变成端视图啦 因为你个别去画 你个别去画A点 它一定会跑到这里 个别去画B点 它也一定会在同一个位置 对不对 因为根据你的 正投影的展开图去画的话 一定会得到这个结果嘛 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水平前屏线 把它经过展开之后 变成我们的投影图 就长这个样子 好 这个应该还蛮容易懂的 那这一个是另外一个门课本 它没有加上测投影 但是它这边就很简单的 就是画一个这个水平前屏 那水平前屏当然 这是在第一向线 这是它这时候把它摆在第一向线 所以它的什么 它的直立投影 水平投影 都平行主机线 而且这个代表都是市场 那这个是把它放在第三向线了 那放在第三向线 这个是课本的图 是标错了 应该反过来 这个时候vertical在下 水平在上 这是另外一本课本写错的 但是这是第三向线 那另外 因为它没有特别去谈 侧头影 但是另外一个向线 另外一种可 另外一种形态的什么 这个正垂线 就是 因为我们说正垂线就是垂直嘛 所以你的AB有可能 这条直线可能是垂直直立投影 那有可能是垂直直立投影 所以当然它的 直立投影就变断式图 水平投影呢 就变成是什么 垂直主机线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反过来是这样 AB是垂直水平投影 那所以AB的直立投影是垂直 我的主机线 那我的水平投影就变断式图 那这个都没有考虑到测投影 所以 那这个是特别 这个特别是AB 正好贴在什么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是跑到主机线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都很简单 但是我们另外一本课本 比较谈的就是说 它把它summarize 把它整理起来 这边就有三个图 这个图 这三个图 一个叫水平前平 就我们刚看到的 那另外刚看到的就是说 如果你的直线是垂直直立投影面 那它变成是跟我的水平投影面是平行 跟我的側投影面也是平行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水平側平线 水平側平 那另外一个呢 是跟我的水平投影是垂直 那它就变成跟直立投影 跟側投影面是平行 叫做前平側平 所以它有三种 三种这种叫正锤线 那它的三个正锤线的形态呢 把它展开成投影图 把它展开成投影图 就变成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刚刚看到的 这个很清楚 这个是第三向线投影的水平前平线 那第三向线的这个是水平側平 那水平側平线的话 因为它是平行水平跟水平投影面 跟側投影面 所以它是垂直什么 垂直我的直立投影面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面 是变成什么 是一个段式图 然后呢 它的水平投影 就垂直我的主机线 然后呢 它的另外一边拉过来 它側投影 变成它側投影 这时候是垂直什么 垂直我的负机线 另外一条负机线 那这边前平側平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是垂直主机线 那拉过来这边之后 它的B 它的側投影呢 是垂直另外一条负机线 不是垂直这个负机线 所以这个 它展开出来的投影图呢 形态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 你们要有能力去判别 今天跟你一个投影图之后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这个正垂线 好 所以 这个是刚刚说过 第一种类型是最简单的 叫正垂线 因为它跟两个投影面是平行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 另外一种特殊的关系 另外一种特殊关系 就是 只是单一个平行 刚才是说平行两个 平行两个投影面 所以另外一个 跟另外一个投影面是垂直 那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说 它只是跟其中一个 三个投影面的 其中一个是平行 那跟另外两个呢 就有产生倾斜 就是有产生 不是平行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呢 这种线 当然也是特殊的关系 这种特殊的关系 就把它叫做斜线 或叫单斜线 斜线或单斜线 那斜线跟单斜线呢 它一样 不然它的名词是一样 那这个斜线或单斜线 它只平行某一个投影面 那跟另外两个投影面 是歪斜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跟另外两个投影面 就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夹角了 就产生夹角 那产生两个夹角呢 当然就今天看你是什么样的投影面 什么样的这个单斜线 首先我们来看了第一个单斜线 这个是 那这个单斜线 你看它的 从这个立体图来看 它是什么样的单斜线 它是跟哪一个投影面是平行 看得出来吗 这是在第三项线投影 它跟哪一个投影面是平行 跟直立投影面 对不对 跟直立投影面平行 所以这个叫做前平线 所以叫前平线 那因为是它跟直立投影面是平行 它这个翻译的 这个只是翻译的名词 所以 那我们说这个是直立投影面 为什么不叫做直立投影线 或什么 反正这个只是人家翻译的 就是跟前面的平 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投影面平行 那前面的投影面 就类似直立投影面的概念 所以它把它叫前平线 好 那既然这个是前平线 那它所以它跟另外两个投影面 就有产生夹角了 因为它跟它平行 所以它跟直立投影面 就没有夹角 它跟水平投影面有一个夹角 对不对 那个夹角我们把它叫做α 叫做α 那跟直投影面的夹角呢 这边是什么 这个角度是什么 喔 哈囉 这什么α 这是跟什么夹角 水平投影面 水平投影面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什么α 那这里呢 这是γ 这是γ 好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前平线 那前平线 因为它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它这边代表的这个就是什么 True Lens 它的时长 好 那接下来把它展开 展开得到结果就是这个图 好 这个图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图有点特别 而且以后会用很多 所以它的形态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三向线投影 它因为是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会垂直 主机线 当然这个图看待会我们有些图比较好看 AV它今天是平行我的什么 直立投影 那它既然是平行直立投影 结果它在水平投影所呈现的结果 是平行主机线 这样可以想象得出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看看下面这张图会比较清楚 好 像这个就是这样 AV是什么 AV是这个是第一向线 AV是前平线 它是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因为它是平行的关系 所以代表大A到什么 小A super B 大B到小Super B 这个距离是什么 是一样的嘛 是一样的 所以它上面的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过来这边 这个也是一样的嘛 是一样的 所以代表这条线 水平投影的这条线 就会跟我的主机线是怎么样 是平行嘛 这样可以想象得出来吗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要记住 前平线 前平线的水平投影 前平线的水平投影是平行主机线 好 那当然另外在直立投影面 这边它是显示的就是市场 市场 好 那但是 回过来这边看 好 所以水平投影 这是前平线 所以水平投影它是平行主机线 那另外它的直立投影 它的直立投影是 就是歪斜的啦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你拉回来这边 拉到哪里 侧投影 那侧投影图呢 刚刚是说水平投影 是平行主机线 那它的负投影呢 叫侧投影 它侧投影是平行哪个机线 它侧投影这时候是平行另外一条机线 平行另外一条负机线 所以你刚才看得出来 a super p跟b super p 它会平行什么 平行负机线 所以它会有这个特别性质 好 除了水平投影跟侧投影 它个别平行主机线跟负机线之外 当然这边就产生歪斜 那这个歪斜 这个两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 我们刚刚说 因为它只是平行某一个投影面 所以它跟另外两个投影面就产生歪斜 就有夹角 那夹角刚刚从立体图很清楚看出来 这是α 对不对 这是γ 那转到投影图呢 哪一个是α哪一个是γ 哪一个是α哪一个是γ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α 这个是α 这个是什么 γ 所以 所以要知道怎么判断它 好 其实 这里面也是一样 那这边其实也很清楚 这边 有一个夹角 当然这边没有画测投影图 但你也知道 AB的夹角 AB跟什么 水平投影的夹角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如果画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α 这就是α 那这个角度呢 这个角度就是γ 大家会判断 那是什么 怎么定位α跟γ α 刚刚我们有说α就是跟水平投影面的夹角就是α 我们只是把它都统一规定 跟水平投影面的夹角都叫α 那跟实力投影面的就叫β 那跟测投影面就叫γ 这是 这个约定俗成 就大家都 都这么讲 所以你也没得 没得跟它讨价还价 好不然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边 这个立体图是这样 你就知道这个夹角 然后在这边 这个就是它跟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那这个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测投影面在这边 你就知道这个是它的什么 γ 所以这个图也看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图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直线 只不过这时候这条特殊直线 是平行哪个投影面 平行水平投影面 它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好 平行水平投影面 所以呢 它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所以这个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代表它的长度也是一样 所以因此它的直立投影面 是平行主机线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类型的什么 斜线 一种类型的斜线 那这种类型的斜线呢 我们待会有名词会看到 刚才叫前平线 那这条线就叫水平线 这条线叫水平线 那一样它的水平投影 是True Length 好 那一样这边又会产生两个夹角 对不对 这边水平线有两个夹角 分别是对直立投里面的夹角 以及跟侧头里面的夹角 那所以从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哪边可以看出来它是 所谓的Beta 哪一个是Gamma 如果这边画一条直线 这样来看的话 Gamma应该是在哪里 Gamma是这个角嘛 就是这条直线 往这边 假设这边 假设这个平面就是侧头颖面 因为侧头颖面其实在这里嘛 那你把它平行过来 在类似这个 这个就是侧头颖面 那这侧头颖面就是代表 侧头颖面在这边的话 你的这条直线跟它的 这个侧头颖面的夹角 这个就是Gamma 所以把它转换到 投影图呢 它的Gamma会在哪里 在这边嘛 对不对 那一样 这个就是 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Beta 好 所以这条线就是水平线 所以水平线是一条特殊的直线 那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 它的直立投影面 这条线会平行什么 平行主机线 那这边当然这个是True Lens 这是True Lens 好 那还有另外一条 因为我们有三个头颖面嘛 那因为这是特殊的直线 所以它都有三种类型 跟刚才的正锤线是类似的 那这种线呢 就是AB这时候是什么 这时候是平行 平行什么线 平行哪一个头颖面啊 平行侧头颖面 对不对 这时候是平行侧头颖面 那平行侧头颖面 所以它得到的结果 得到的投影图是什么 得到的投影图就是 它的A A Super B跟B Super B这条直线 它的连线会垂直什么 会垂直我的主机线 同样的什么 它的水平投影这条直线 也会垂直我的主机线 所以你把它展开的结果呢 就得到这样 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另外一种单斜线 但是这条单斜线呢 是平行侧头颖面 所以你只要平行侧头颖面 你得到的图 你得到的投影图 就是长个这个样子 好 这个是 我们课本把它整理起来 第一个叫前平线 对不对 前平线 它是平行我的直立投影面 水平线 怎么样 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 然后呢 側平线 是平行我的側投影面 那它得到的投影图呢 得到的第三向影线投影图 就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三个图的形态 投影图的形态 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刚刚其实有稍微提过 特别是水平 这个前平线它的水平投影 是平行主机线 水平线呢 它是平行水平线 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 是平行主机线 对不对 那側投影面呢 側投影面 所以側投影面 是因为它是平行側投影面 所以它的这两条 这个水平投影 跟直立投影 都是平行这两个负机线 平行这两个负机线 那当然它有夹角的关系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过 alpha在哪边 gamma在哪边 然后这是一个beta在哪边 gamma在哪边 那至于转到这个测投影面 哪一个是alpha 哪一个是beta 要注意看 alpha alpha是比较偏上面的 beta是比较偏下面的 所以知道这个就是测平线 测平线的投影图 所以这三种类型的图 三种类型的图很重要 因为以后我们再画很多图 都会利用这些特殊的直线 来当成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来协助我们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你这三个图就类似 你要把它想象成是99乘法表 我们被99乘法表 背手了你才能够去应用 它的更复杂的计算 那这三种类型 这个 这两个类型 就是正锤线跟单斜线 这两种类型的这种线 是以后我们 在做投影的时候会用的辅助线 用的蛮多的 因为它是特殊的直线 所以它在投影图 会有一些特殊的形态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特殊的形态 协助我们去做推理 所以这三 这两种类型的 包括展开出来的六种类型的这种直线 它的投影图是长个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刚才说过这些例子 这些特殊的形态 你要怎么样去把它背起来 就是当然你说 那我用推论的可不可以 你如果可以推论的很快的话 你就去推论 那不然的话呢 你就把它背起来 把它背起来 就是也 就是变成是个口诀啦 就变成是 我们不是都是在背口诀嗎 有些口诀就 你们自己去想想看 怎么去背它 会比较熟 就以后用 你就会用得比较轻松愉快 那当然最复杂的是什么 最复杂的就是 都没有特殊的关系 这条直线跟我的三个投影面 都没有特殊的关系 那就代表 这条直线都跟我的三个投影面 都是歪斜 那都是歪斜 当然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那这种就叫负斜线 负斜线 刚才平行某一个还叫单斜 对不对 单斜线 那现在都没有平行 跟投影面都没有平行 所以它就叫负斜线 负斜线 那负斜线当然 你的投影图里面 完全看不出来 它的任何的特殊的性质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 像它的投影图 你不能够 像我们刚才那几个特殊的直线 我们可以从投影图 直接去看出它的夹角 看出它的时长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负斜线的话 你投影图展开出来的结果 你完全看不出来 它的实际的长度是什么 还有它的夹角是什么 对不对 好 所以那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就要用一些方法 去做一些推论 好 我们第一个 如果是负斜线的话 我们要去判断 要从投影图去判断它的时长 跟它的琴角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当然 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也没有那么难懂 就是说它的方法 我们把第一个方法叫 直角三角琴法 只要看什么 就是说因为你的 今天AV是一个负斜线 那它代表跟我的直立投影 跟水平投影 或测投影 都没有任何的平行 或垂直关系 好 那我们怎么样 从投影图 就是投影图 因为你的负斜线就长得这么简单 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很复杂 但它其实就是 就是两个投影图 直立跟水平的 两条直线 但这两条直线都不代表它的时长 都不代表原来的实际的长度 也不代表它的任何的夹角 那我们怎么样 从这样的投影图去推出来 推出来 空间中这条直线 它原来的这条直线 它的实际长度是多少 还有它跟我的投影面的夹角是多少 直接要从投影图去推它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去推理 这个时候就进行所谓的空间推理 就是special reasoning 好 这个就是所谓训练你们在推理的过程 就像你们以前在推数学 推一些证明 你总之要有一些基础理论 然后你再可以去反推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怎么去推呢 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个AB式附斜线 好 那这条附斜线我 当然它今天还是正投影嘛 所以它这个 这条是 它类似它可以把它构成是一个什么 它的垂直 垂直到水平投影 得到一个A super H B的垂直到什么 水平投影得到B super H 然后呢 A一样 A一样垂直它的直立投影得到A super B 那B的直立投影 直接投影到这边变B super B 那你把这些都连起来 有没有看到 这连起来这边感觉上有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盒子 对不对 这个立体的盒子 要怎么描述它呢 感觉上有没有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垃圾桶 不是垃圾桶啦 一个垃圾桶 是桶的概念 就是 那个以前有一种 我不小心还没有 就是有一种垃圾集中的地方 它是可以有个盖子可以打开 有没有 这个就像那个垃圾的盖子 然后这边就是垃圾箱 垃圾 对啊 就垃圾箱嘛 有点类似那个概念 有没有 有没有想象出来 好像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只不过 当然那个垃圾箱 一般来说它是 当然也许也是正方形 但这边正好缺一角 所以这边类似是一个梯形 有没有 这个边是一个梯形的感觉 好 这是一个梯形 就这一面 这是一个面 这个面就像是一个梯形 那这个梯形 当然我们梯形 你可以从这边去切嘛 这样一切你就知道 就是沿着这个A这个点 往做一条平行什么 平行这个 水平投影的这条线 这样平行过来 那这样切过去 这个梯形就变成是一个 这个长方形加上一个什么 直角三角形嘛 这是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上面这一块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 好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底边嘛 我 这个礼拜祭盖 我出题目 你们以前也有出过啊 三角形底边听得懂吗 那问题大一的说 不懂什么叫底边 你们以前高中数学 有没有叫过底边 有啊 那为什么大一的现在说没有听过底边 不晓得为什么啊 反正 这个叫底边啊 那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高嘛 那这个叫什么 斜边嘛 好 所以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底边 就是我的什么 水平投影啊 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高呢 这个高跟AEB的高低有没有关系 就是AEB在直立头里面 在直立头里面的高差 高层差啦 就类似我们 如果用上礼拜谈的XYZ 它是在Y嘛 在Y的那个轴向的高差嘛 那Y的轴向高差 它就代表AEB AEB这两个点的高差 那AEB这两个点的高差 这个就是Delta Y 这就是Delta Y 那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的 这个锐角这边 这个代表 就正好是 这条直线 跟我的水平投影的夹角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直角三角的 这个锐角这边 就代表什么 α 好啦 那这是从立体图 我们就可以这样分析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就是 利用这个图 利用这个三角形 利用这个三角形 然后搭配我们 已知的投影图 我们去把这个三角形 去把它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那怎么画出来呢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这个直角三角形 类似你把它平移下来 就是因为它的底边嘛 这个底边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嘛 我类似把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样把它平移下来 切到跟我的水平投影一样 然后再把它翻转下来 翻转下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边相当于是这个什么 我就是用我的水平投影的 这个当成是我的底边 因为是一样的嘛 然后呢 翻下来之后 所以我在 以这个 这个当成是三角形的底边 然后做一个垂直 从这边拉一条直线 做一条垂直 垂直线 垂直线 那垂直线要拉 画多长呢 画的长度就是我们的delta y 这是我们delta y 那我们说过这个delta y 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AEB的高差 那AEB的高差 我们上礼拜说 两个点的高差 可以从哪个投影图去看出来 从直立投影啊 所以我这个delta y多高 我就从直立投影图这边 它的画一条直线 从这个AE的super B 画一条平行主机线的线 跟它的这条垂直线相交叉 得到的这个就是什么 delta y 这就是它的高差嘛 因为它的高差 是可以从直立投影图去画出 看出来的嘛 所以得到这个delta y之后 然后呢 以这个delta y为长度 我们刚刚说过 从这个B super H这个点 拉一条直线垂直 垂直这条水平线 水平投影的这条线 然后拉一条delta y 然后呢 再把它连起来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就代表什么 就你的画出市场啊 然后呢 这个角度呢 就是你的α 所以原先它的投影图 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挖戈 对不对 那你现在利用这个三角形法 你就可以把它的什么 把它的时长还原出来 把它的什么 跟空间中水平投影面的夹角 也这样把它画出来 懂不懂 所以这个叫做直角三角形法 这样可以想象吗 不难啦 好那另外这个是把它画出它的α 那β怎么办 β怎么画 同理可证 对不对 刚才是画这个三角形啊 那我现在β呢 画这个三角形啊 那画这个三角形怎么画 刚才我们是把它当成这样子嘛 那如果是要画β的话 就是你把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底边 就是你的什么 直立投影 直立投影这边嘛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当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底边 然后呢 你看要从哪边都可以 比如说假设要从A super v好了 那一样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那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那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这条直线要多长 就是说这条直线要多长 这个长度代表什么意思 刚才说这个是高差 那这个是什么差 前后的 AB前后的距离 就在X轴 如果我们用上礼拜说的XYZ轴 这一段代表什么 X轴上面的差 对不对 就是AB这两个点 在X轴上面的前后距离的差异嘛 所以这边就类似是一个Delta X 这类似是一个Delta X 所以这个Delta X 那这个Delta X 可以从哪个投影面去看出来 从水平投影面 所以这个Delta X就是利用它的什么 利用水平投影面 一样 刚才是这样Delta Y Delta Y是在直立投影画出来 那Delta X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它的Delta X 那把这段Delta X 拉到这边来 然后你在你的A Super V 一样去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一样可以得到同样的时长 但是额外的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β的夹角 懂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类似叫直角三角形的方法 去画它的这个 画它的这个时长 跟它的倾斜角 好 那接下来也比较漂亮一点的图 不过它因为只有画了 所以也差不多 它这个另外一门课本叫做 倒转法 我觉得这个倒转法干涉器就是 直角三角形法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今天做的方式 就是有点稍微更更 也不是说麻烦啦 就是说它今天 好啦 你直接看它这个图 这个是它的立体图 α 那我们刚才是用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那它现在就是直接把这个T型 直接把这个T型 转到什么 直接转到水平投影图 就这样差别在这边 我们刚才只是利用这个三角形 对不对 那它现在是把整个T型 直接画到 把这个整个T型画到这个水平投影图来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它这边从水平投影这边 拉两条直线跟它垂直 那这两条直线这个长度呢 这两个长度 这个长度就是它的什么 直立投影的长度 然后呢 这个长度就是它的什么 直立投影这边的长度 所以 这个X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X 一样的 Y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连起来 这条就是什么 这条就是它的时长 好 好 那一样啊 它这边再画一条直线跟它平行 好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 这是时长 但是它重点就是要借着这个来 来算它的α 所以 这个方法 跟我们刚才那个三角形法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今天 它没有特别去画它的ΔY 有没有 我们刚刚直角三角形是利用 你的直立投影去算它的ΔY这一块 但是它这边没有去算它的ΔY 它今天反正 比较偷懒一点 就直接把它的这两个 这两段直接搬到这边来直接画 所以它其实是画一个T型有没有 画一个T型 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它意思也是跟直角三角形法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两个方法都可以用啦 但是 看你是习惯哪个方法都可以 这样有没有看懂 这个就是 它在另外一本课本叫倒转法 倒转法 OK吗 好 那另外一个β 它这边也有画了 好 那一样 它的β是它把这个T型拉到 直立投影 好 所以一样的东西 所以 它就是把这个T型有没有 这边这个T型直接搬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画 画一条切线 然后这边就变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就是β 那一样 这个一样是True Lens 所以是一样的东西 好 那个 我们把这个上完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课堂作业 有一个课堂作业 那课堂作业做完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那所以我们先把这边先上完 好 打铁趁热 趁你们还有印象的话 根据刚才 利用刚才的那个概念 我们 开始要做一些应用题 应用题 应用题的话 就像你们以前数学 学了一些基本理论之后 就开始要学 要算一些应用题 好 就是跟水平投影的夹角是30度 那你要求另外一个投影 所以另外一个投影就是什么 A的水平投影 说错了 B的直立投影 这是AB的水平投影以致 然后A的直立投影以致 那你的B的直立投影 会在哪里 B的直立投影在哪里 跟你的什么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 直线的琴角是30度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画出来 好 这个就是要去动动脑了 对不对 那 按照我们刚才的概念 因为它已经给你的条件 是这个投影图 只不过这个投影图 是缺一块 缺一角 那现在 它另外一个Additional的条件 告诉你 是它的水平投影的夹角 是30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样利用 刚才学到的直角三下行法 去反推 反推什么 反推B的直立投影 到底是在哪里 但你一定知道 B的直立投影 一定是在从B的水平投影 拉一条垂直线上面 这条直线上面的某一个点 但是那个点在哪里 就这样而已 好 那怎么做 利用直角三下行法去反推嘛 好 因为你已经知道水平投影了 对不对 那其实它的解法都在这边 已经画出来了 它的水平投影知道 所以我们如果利用这个水平投影 你当成是直角三角形的边 对不对 底边 底边 那我告诉你α是30度啊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边画一个30度的直角三角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是你用Forever看一下两角器啊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画30度的 直角三角形版啊 对不对 好 没有叫直角 三角板 三角板的30度去画嘛 就是从这个水平 A的水平投影这一点 拉一条30度 跟这个底边的夹角30度的角 拉过来嘛 对不对 那拉过来之后 那从这个点再拉一条垂直线 跟它的这边垂直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30度夹角的什么 直角三角形了 那所以这个 这个侧边这边就代表什么 这个侧边就是我们的ΔY啊 那我们刚说ΔY代表意思是什么 ΔY是它的直力投影的高差 那利用这个ΔY 你就可以去算出你的ΔY是在哪里 看到没有 就这样推回去了 那你说ΔY在这里 那ΔY可不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啦 反正它只是 它并没有告诉你 它是上还是下的关系嘛 所以你只要 只要这两个点的高差 是到ΔY啦 ΔY之後 就是这段 这段ΔY 那反正你的ΔY要在上面 还是要在下面 其实都可以 重点就是它的高差 它在Y轴的高差 要到达 刚才这边画出来的ΔY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这样就可以去画出来 从这边 以致条件 以致条件去推论出 它的另外一个投影点是在哪里 上面有没有比较有意思一点啊 开始动动脑 动动脑 这个还好啦 OK 另外一个同样类似的啦 刚才也是一样 那当然这边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这边把它变成第三向线投影 像刚才我们这个是第一向线投影 所以直立投影在上 水平投影在下 那这边现在是直立投影在下 水平投影在上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第三向线投影 那不管你今天是第一向线第三向线 其实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好 所以 我的A的Super H在这边给你了 那A Super B B Super B都知道了 那我现在也给你这个时长 刚才是给你夹角 那现在给你时长 那你要去求另外一个什么 B的水平投影看是在哪边 好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它已经给你时长了 那我们直角三角形里面 用直角三角形法去做的过程中间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概念 利用直角三角形的概念 那现在给你一边嘛 那哪一边给你是直立投影 那直立投影的这边A Super B跟B Super B 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当底边 去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只不过你在画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斜边是什么 斜边的长度是要given的 given因为它是已知的嘛 那它现在给你假设是25mm 那你这个长度你就要画25mm 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画25mm要多长 要怎么样弯 就是跟它的夹角要多大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B Super B 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对不对 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然后呢 从A Super B当圆心 用圆规 量25mm 画一个圆弧 画一个圆弧 跟它垂直相交 这个交点就是另外一个点 那这样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斜边就是25mm 好 那这样画出来之后 当然你也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beta 但是它没有要你求beta 对不对 那没关系 那我额外知道一个information 是什么 这段侧边的长度代表是什么 delta x delta x 那delta x 就可以利用这个资讯再去推的嘛 推我的直立 水平投影这边 那水平投影这边的这个 前后距离的差就是代表delta x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它的什么 画出它的b super h在哪边 所以同样跟刚才那个概念是一样 那利用这样的直角三角形法 我们就可以去推出很多不同类型的 就可以去反推它的这个投影图 投影点会画在哪边 在given这些条件之下 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要你们去做一些 做一些思考 做一些想 去推理跟想像 那我们才能够去做 做更深入的 以后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推理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